这个水稻品种是南梗四十六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已经是开始拔结 已经拔到第三结了 那么如果说拔到第六结的时候 那么水稻就开始臭碎了 把这个一批 最后扎实没有据一下 帮我苦苦学习讲 是真读习 那一个是第一个女人少人给 没有你学习讲扁心 扎实 通过土壤的检测我们发现 土壤里面今年淡肥的流失率比较大 主要原因是因为今年多雨的天气造成的 我们会通过一些测土汇坊 经过科学施肥 增加一些淡肥的使用量 起到一个增产的作用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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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